我們平常這種大尺碼的衣物 是不是有老師 有沒有一些特殊的折法 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可以來示範一下怎麼折 其實帽T如果真的很大 我會建議大家其實可以把它掛起來 但如果真的要折的話 平常我們折衣服不是都是像這樣 就是先兩側的往裡面折 然後袖子其實也就貼著它的邊這樣 這樣子折痕就會在比較接近縫線 比較不會有看到折的痕跡 連折痕都講究 對 這樣就不 尤其有些是比較襯衫類 會怕折很明顯的 就緊張它是折的地方 就是正好車的地方 拿起來就可以直接穿的意思 對 然後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用捲的或折的都可以 戴個小技巧 就最後你可以把帽子 就看好把帽子當作它的收納袋 把它包起來 對 有些小朋友會穿這種帽 有拉鍊的帽T外套 到車上就會脫下來 這樣折好以後 還可以當一個小枕頭 有不一樣的 這樣吧 然後 好 挖你掛肥 好 挖你 來… 好啊 閃避女子思緒林道遠哭喊 跳到房間寫不驚 你現在很容易買得到啊 不過為什麼要折 為什麼要折 對啊 我家都沒有折 你知道你家樓下 就是一個便利商店嗎 有嗎 哪裡 沒有嗎 為什麼要搜尋萬華唇按摩 因為很累啊 你幹嘛那麼緊張 你打什麼 先打清楚你 什麼讓你想要啊 宇恩剛剛那手抖 這個漂亮紅紅我都洗不清耶 牛仔褲大家會穿 然後牛仔褲又比較厚重 所以我們常常會覺得 褲收比較麻煩 記得就這裡可以先收 老師很講究耶 然後折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往上折 但是你不要折到腰部 因為這邊已經是有厚度 如果你這個也有厚度 就會整得很厚 所以盡量就往下一點點 就是錯拍兩點的地方 就不會厚上加厚 厚厚這樣子 對 其實是什麼意思 好厚的感覺 那其實這樣子折的時候 都記得 盡量不要前進腰部的地方 其實可以 那還有一種折法是這樣 如果 你的牛仔褲很多 有時候會開的時候 那個抽屜會容易卡到的話 是 對 可以這樣子把它收進來 對 這樣子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比較不會 如果有時候放很滿 其實容易會拉扯到 好啦 這個算勉強過關 對 太貴了 這什麼東西 所以每個紙袋都代表每個消費 老師我看到有個蓋不起來的東西 對啊 我也好好奇 我剛才也一直在頂 這什麼啊 這是床包 這是床包 走啊 這是床包 因為我們的床像 很容易要好 KING SIZE KING SIZE KING SIZE的床包非常難買 所以你有買到的話 我就會一次買好多件 所以買床罩買很多 本身有床罩證 不是… 是床罩證 床罩證 小朋友又過敏 小朋友又過敏 所以我們換床單 換床 換床單的頻率滿頻繁的 那好 這明明就沒有換 這新的耶 那邊還有啊 就是先買起來吧 又在盾 又在盾… 這個床包有沒有一個固定 或者是特別的折法 我也不知道要試試看 這超難的 對 其實床包大家都覺得很難折 但其實 保證連道遠都學都會 真的喔 它有四個腳 我們就先找出它的腳在哪 這個腳 然後套到它的同一邊 就是等一下它的內側 要跟它的內腳 內側對內側 對 內側 內腳 然後這邊的內腳找出來 對 然後把它拉一下 其實我們最討厭的 它那一枕頭的鬆緊帶 其實就被… 像我有點像浴帽了現在 對 其實被修編了 也滿像套馬桶的 其實就有一點基本的雛形 對 拉好以後 其實就像平常摺衣服一樣 看你要摺幾摺都可以 摺的時候這裡 就要摺成小枕頭了 對 就可以摺成小枕頭 就像這樣子 可是老師可以把任何東西 變成小枕頭 真的 就是這樣子 對啊 好厲害喔 它就會更省空間